早催 早催 今天我們早催 一看背景 大家都好像有旅行感覺 在天空 馬爾代夫的背景 沒錯 今天我們說說有關 航空業的故事 我們今天請到胸姐Yan跟我們聊天 Hello 大家好 現在陸續有些地方開始開關 相信旅行跟我們的距離又近了一點點 是時候又要再聽一下飛機上面的故事 問問Yan 你自己是飛了多久的 我總共飛了七年半 我想問你有沒有哪一件麻煩客的事件 你是最深刻的你發揮 要認得客人的 有一次你都知道我們公司有分鑽石級會員 就是我們的貴賓 有一次他們這些鑽石級會員在機場有一個開啟 在機場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選擇在開啟 享受到最後才上飛機 上飛機自然擺行李的位置就有限 如果你這麼遲上飛機 提提大家的位置是先到先到的 不是你上面那個就一定是你的 作對鑽石級 是啊是啊 他在臨飛之前 我們的管理人都會聘請他 因為他是VIP 他就跟管理人說 總之你不要吵醒我 我全程機都不吃東西 只是睡覺而已 OK啦 大家都知道了這個訊息 然後去到派餐 其實派餐的時候 我們是想客人全部的等計程是靠直的 因為你會阻礙到後面的客人吃飯 當然他沒有啦 他在睡覺 在休息 他把椅子坐在超級厚 後面的客人就吃不到東西 當我拍攝餐的時候 後面是兩母女來的 一位媽媽都上了年紀 之後是個女士 媽媽的位置就在VIP後面 所以媽媽就吃不到東西 然後就罵我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呀 已經搞到遲還要阻礙我吃東西 現在我媽吃不到東西 怎樣怎樣 你怎樣都要叫他起床 這樣 我就很害怕 這樣震了地拍他 Oh sorry sir 這樣 接著他戴著眼袋 我一下子扯開眼袋 然後就拍桌子 然後就說 怎樣啊 我不是趕了不要吵醒我嗎 他當然發脾氣 站起來 就指著我來罵 總之他就不會聽我說任何東西 他就是指著我 叫了你不要叫醒我 現在什麼事 你知道我是誰 他們很喜歡說這句 你知道我是誰 原來這東西沒有文化的限制 是外國都會用的 沒有的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就跟他們說 我管理員已經告訴你 你現在這樣吵醒我 我怎樣睡覺 其實很好 那班機的管理員 他聽到整架機都聽到 他這麼大聲 他就立刻衝過來幫我 我打算管理員來 我就交一件事給他 我就繼續拍餐 然後就結束了 通常都是 怎知道好死不死呢 這個時候媽媽 坐在她後面的媽媽 她突然間演員上身 無緣無故 哎呀 哎呀 哦 心口很合襯 大腳 是真的 她真的不舒服 還是純粹 你感覺到她是 OK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肯定她不是嗎 一來她很假 她這樣隔起室 哎呀 哎呀 這樣 之後最棒是她旁邊的女兒 哎呀媽 你不要吵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你做多了 她真的說做多了 啊 好尷尬 好尷尬 過了 所以女兒就制止她 就罵她 就說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我們解決這件事 然後媽媽就立刻 不痛了 對不起 所以最後 真幸運 那位女士是明白是你的 那管理員走到過去 調停完 那就沒事了 我們聽完一些麻煩客 我想聽甜故 你知道我這些看得劇多 那我們平時 你飛機可能會遇到霸道總裁這些呢 有沒有一些真的成功過案的 哈哈 我自己本人就沒有 那我最 通常都是聊聊天啊 在飛機上 可能最多最多都是交換客戶 就是你有興趣你就會做下一個步驟 那空姐配空笑 空姐配機師 那客戶配這個空姐或空笑呢 有的 哈哈哈哈 我是親身聽過我的朋友的真實故事 我的朋友是男生來的 他是喜歡男生的 所以他是成為性戀 那他一向都很開放 這個玩樂的世界 對啦 有一次呢 其實就是在美國飛San Francisco 其實他跟那個外國男士 就沒有什麼交涉的 在班機上面 可能都是走過見過 也都沒有留任何聯繫 通常因為有Jetlight 我們都會選擇凌晨才去活動 在外國 美國尤其是最常做的就是去做健身 然後就下去做健身 其實都做完 應該是當地時間早上六點 他離開的時候 就眼不見到有個 那麼熟口臉 原來就是那班機的意大利人 那為什麼他會掌握到注意力呢 因為意大利人很自信 在一個鏡頭前 哈哈哈哈 那些啦 我朋友就說他的身形真是很好的 很棒的 肌肉是一粒粒分明的 我都想看 對 所以他當然是看多雷雅 但是沒有聊天就離開 他離開時就要穿過停車場 感覺到離開時 他跟意大利人在他後面一起走 之後他就在聽歌 他聲稱他是像MV男主角一樣 然後看我輕鬆地聽歌的時候 突然間 嘩 車在他前面停了 啊 怎麼做男的 哈哈 之後他就 MV男主角脫下耳通 然後看一看 哈哈 然後就是 對了 然後就是那個意大利人 然後他就跟他走馬家上 就說 你來做甚麼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我會停車場 即是我們多留一晚就回去 明天 這樣 然後意大利人就說 哦 好好好 第二天又照他做健身 然後去到 真的被他見到 他就走過 聊了幾句 之後就輕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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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沒有說話的 沒有說話的 他就是用眼神跟他說 上個房間 那邊呢 就是洗手間來的 哈哈 那呢 我的朋友呢 其實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這次下來是會有些事發生的 所以他呢 OK 這樣子 然後就拖了 一起進去廁所裡面 做運動 朋友本身都開放 對這件事 所以他 事後他就不斷跟我們說 很開心 那個真的很享受 很棒 尤其是可能有一種刺激感 那我的朋友就回房間 就是回酒店準備 梳洗就飛回香港 他就馬上檢查一下拍片 發現原來他在美國 是有意大利餐廳 他是老闆 那這也不要緊 但是重點是 原來他已經結婚了 有兩個男朋友 嗯 好啊 我們這個開放關係 可以的 哈哈 其實他那一刻是會 就是會覺得 我想問 為什麼他會知道他結婚 跟有小朋友呢 最後 因為他追蹤他IG、Facebook 嗯 就是他有展示到自己的小朋友的照片 我也有看過 是有兩個兒子的 我還以為他遇真愛 可以在外地 沒有啦 因為是一個終情的故事來的 就是那些人經常會說 你們空姐、空少是不是很淫亂 在外地就到處玩 cheat 那樣 其實我覺得真是看人 有些什麼被他的空姐 經常用是晚上 可能是一些護膚 或者是你們一些小貼士 嗯 有的 有一個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因為飛機乾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有時候要長途機 會睡覺的嘛 我們都 我們會休息的時候 就一定是戴口罩 盡量保持濕潤 如果都不行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絕招 就是會弄濕一張紙巾 然後就放在口罩和口罩之間 這樣戴著 就是這個位置 對 可能戴兩個口罩 我們就把濕的紙巾 放在兩個口罩之間 放在這個位置 鼻哥和口這個位置 所以你就會保持在 好像在放濕氣 這樣濕著臉 還可以令到你不會睡到 喉嚨很乾 鼻子也很乾 其實皮膚一樣會濕潤一點 就是這個避忌 挺好用的 你又不是畫過 是很浪費錢 但簡直可以這樣說 但又很實用 下次我搭長途機真的要試一下 是的 其實我見過 日本是有 正式設計的口罩 真的有裡面那張濕紙 它給你倒少許水 它已經整件事 是做了給你 你就戴上 但這是一個不用錢的方法 那我當然不用錢的用 我不用花錢去買 另外還有一個 是我自己私人想問的迷思 因為譬如 我不知道是天生粗暴還是哪 譬如有時穿絲襪出街 然後警戒就極度容易穿洞 但是我不會在飛機上 看到一個空姐 絲襪可能腳跟位 有些穿洞的小孔的情況 我很想知道你們的絲襪在哪裡買 真好 首先我們要告訴你 我們穿的絲襪 跟你們平時的絲襪是不同的 我們是穿壓力絲襪的 通常 壓力絲襪是比較緊的 因為我們經常要坐 應該經常要站 所以又穿高跟鞋 壓力絲襪可以防止食物曲張 他們是會緊很多的 變相其實它的針度是密很多 說可能我們平時穿 是穿8.2至8.5釘那麼密 但可能你們平時出街是說 10釘 20釘而已 所以本身我們的絲襪都是質地堅韌一點 普遍同行都會在台灣買 為什麼台灣呢 台灣便宜很多 還有我們經常穿 雖然你說你看不到我們穿 但其實都會穿的 如果你經常穿 可能半個月就會穿 但是一穿我們就要換 因為我們不能穿著洞上班 不好看 是的 所以我們最常在台灣買 上網買 還有台灣我們經常在那間酒店 已經習慣做熟 是有個叔叔 每次都會叫我們去之前 下訂單 之後他就會告訴他 我們哪班機到 他就會放在酒店 我們就去搭配 好了 今天就多謝Yen 跟我們分享了多麼有趣的故事 如果大家不想被標籤是麻煩的客人 還要記得Yen分享過我的故事 還有那一手在機倉 皮膚保持得好一點 都可以試試用濕的口罩這個方法 希望大家就盡快聽到 我們下次見啦 謝謝Yen 拜拜 掰掰 拜拜 拜拜 順固 踏 refreshing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